清晨的雾唤醒整座太平山 翠峰湖周围湖水还着白霜 雾气凝结成水 树木顶端和地面上的霜都已经融化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游客特地上山 就是为了目睹这片银白色仙境 那今日的清晨 山庄大部分的平台都出现有结霜的清醒 位在宜兰的太平山海拔约2000公尺 受到冷气团影响 山区最低气温来到零下一度 虽然没有下雪 但清晨时段出现白霜 整片森林就像撒了银白色的糖粉 尽管美丽时刻只有一瞬间 日出后开始慢慢融化 但亲眼看到的民众直呼很值得 同样在台中 福寿山农场清晨时也出现大面积结霜 黄澄澄的金斩菊 花瓣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粉嫩嫩的樱花全部结冻 垂挂在树上 幸好大部分的樱花处于含苞待放 受损情况不严重 还是有机会看到盛开的景象 冷气团走后 未来将会逐渐回暖 温度在白天方面会回升得更明显 那预估是在白天方面 各地都可以来到23到25度左右 那南部地区可能再更高一些 在26 27度都有可能的 由于今年太平山因为不够冷 迟迟没有下雪 加上这波东北季风过后 即将进入春天 想追雪的游客恐怕只能期待年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